咖啡 在慈建舒食市集 負責端咖啡 来自非洲部级纳法所的江德曼 正在接受志工培训 感觉就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都会互相照顾 而不是单纯那种所谓的NGO而已 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教授 所以他底下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个博士生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姻缘 可以把慈祭的爱的种子散播到全世界 我们慈祭基金会在 那个土耳其社的一个学校 为了接引中宣大学教授江德曼 慈祭志工杨明清还搭飞机 随他回到非洲 在当地参与小型关怀行动 他想办法让他来了解慈祭 希望他学到慈祭的精神之后 可以回到非洲 将慈祭的精神发扬光大 来台湾也会遇到很多 就是帮忙我的人 帮忙其他人 就觉得是我的 我最想要做的事 现今江德曼不仅带领学生 参访高雄进司堂 更会卷起衣袖到环保站做回收 往后他会继续把慈祭的爱传出去 大爱新闻学年郑瑞萍 林道明高雄报道 今年23岁